键盘灯怎么开关和调节 常用的方法有 单个按键、快捷键组合、软键调节、驱动调节等 具体得看你键盘的品牌和型号 大家好啊 我是爱解题的喵科大叔 今天讲键盘灯光开关调节的三种常见方法 一、通过按键调节 一些键盘上设计了专门的灯光调节按键 如FN键、硬子键、Dial键等 可以循环切换键盘的灯光模式或调节灯光亮度 比如我的华硕本子 就有专门的键盘背光键F7 一个按键解决灯光开关和亮度调节 二、用快捷键组合调节 比如按下FN键和上下键可以调节灯光亮度 按下FN键和硬子键可以调节灯光速度等 三、软件调节 一些键盘品牌提供了专门的软件 比如罗技的G-Hub软件、雷蛇的Synapse软件 你可以在软件中自定义键盘的灯光颜色、亮度、速度等 现在研究一下你手头上的键盘 看看哪种方法适合你吧 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实用数码科技小贴士